日本民众喜欢岸田 但又不信任政府 感觉好矛盾 我们来看5月份 产经新闻跟富士新闻网的调查发现 岸田内阁支持度一度飙升到68.9% 创下2021年岸田政权上入以来 最高数字 不过日本共同社 针对11号到13号 所做的全国民调显示 64.1%的受访者 对于首相岸田采取的 抑制物价上涨措施不予肯定 岸田政府追加预算 2.7兆日元的补证预算 已经在参议院闯关成功 为何日本民众 还是对政府没有信心呢 请问徐教授 我先从这一章给各位看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 有几家的民调有显示 那个是5月 我这个是6月10号到6月13号 就是最近的NHK的民调 岸田文雄的支持度还高达到59% 他的不支持度居然只有23%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很吊诡的 为什么已经通过了这个补证预算 照道理应该是说 大家社会 日本社会应该要支持 现在的这个内阁才对 可是好像有一些的声音 其实是在批判他 但是又很吊诡的是 民调一出来 他的支持度又很高 所以有媒体 有日本的媒体又说 奇怪他这个人什么事都没做 可是他民调为什么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想我可以透过这一些个 这个民意调查来做一个简单的观测上的 观察上的一个回应 那对于参议院选举这一次的 这个关心度其实还是很高 这个49%到16% 其实加起来已经快超过60% 显然大家对这一次的还是很关心 那到底这一次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大家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首先还是经济 经济政策 那第二个呢 才是安全保障 外交 那第三个以后就社会保障 后来这个有关于那个新的那个 COVID-19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也就是说经济政策 才是现在日本社会最关切的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那也很显然的 这样子的一个民调的结果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了 这一次参议院选举的这个投票的意愿 跟它的取向 那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 有关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 这个一般的家计可以看得到 其实有将近一半的是 大概认为说还是会影响到 这一次的一个岸田内阁 它的一个支持度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份的这个民调的结果 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社会对于现在的岸田温雄内阁 其实是很期待 但是又隐约的 对它的这个施政的一些措施 特别是经济上的措施 其实是表露不满的 又有点不放心 好 从刚才徐教授提供的最新民调数字 可见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最关心经济议题 我们看到岸田 整个六月跑透透 跑了很多的外交行程 请问陈老师 这对选情有没有帮助 因为在野党实在太弱 然后外交安保 又是执政党的专属事项 参加国际会议 只有首相可以参加 就是首相或执政党的外务大臣可以参加 所以在能见度上面 当然有非常大的帮助 刚刚徐教授提到的那个民调 是在拜登访问了日韩 特别是日本之后做的民调 所以当然在那段时间里面 安庭文雄的曝光度 还有在国际上的重量 明显地都显现在日本国民的眼前 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经济问题才是重点 但是在野党全部不见了 特别是在这个月底 这个投票前 最后一个投票日是7月10号 但是在6月底的时候 安庭文雄又要参加北约的峰会 所以那个当然又会大肆的报导 然后会不会跟韩国的新总统见面 那个也是重点嘛 因为特别是日韩 日韩是所有的日本国民的关注的重点 连日本跟韩国踢足球都比NHK的红牌大赛的收视率都还高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重点 虽然对于实际上未必有帮助 但是就是我说的能见度非常高 特别是在投票的前面 日韩关系如果有所改善的话 或日本在国际上的位置有所上升 一定都对于自民党的投票会有帮助吗 日韩关系不再是永远的无解 而且刚才提到有四成日本民众非常关心经济 实在因为这个礼拜日元一度重贬到24年来新低 财务大臣林沐俊一 14号在记者会当中表示 针对日元狂贬 正跟各国货币机关密切沟通 会根据情势采取适当对策 也被外界解读为政府跟日营有意要介入外汇市场 日前财务省金融厅日本银行 也召开临时会议商讨对策 接着要请问郑教授 日元贬值的难题到底是哪一个机关在负责 彼此之间如何分工 是的 如果大家对于日本的金融体系不熟悉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半折指数 那半折指数的一个戏剧当中 其实有一个金融厅的一个检查 所以事实上日本的金融厅是属于一个 内阁层级的一个单位 所以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规划全国性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政策 以及监督金融机关的一个运作 所以相对来看的话 日本银行虽然它是在发放日元的一个单位 但它原本的上属的一个机关 是属于以前的大帐省 现在改为一个叫财务省的 后来财务省因为被整个行政改革之后 它开始它的一个金融机制被拿到内阁去了 所以为了就是让日本的银行可以更具有独立性 跟它的一个透明性的话 所以日本银行的一个任务 其实是担任所谓的这个稳定金融系统 以及稳定物价的一个任务存在的 如果明显来看就是 他们其实还各司其职 然后不同的一个分工的一个关系 可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日元实在是贬到我们有史以来 20多年的一个超低的一个状况 已经危及到不是单纯的就是 由日本银行可以单独去稳定货币一个情况 去操控了 是 现在日本国会已经修会了 在这150天会期当中 岸田施政最大的亮点 就是通过儿童家庭厅设置条例 为了打破政府机关各自为政 一波内阁府 后生劳动省等机关的人员 设置在内阁府外 拉高层级等于直属首相 规模300人 还可以要求各省厅改善孩童政策 统一来处理少子化 虐童贫困等等问题 岸田政府处理少子化议题 跟前朝有什么不同之处 请问徐教授 的确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新设立的儿童家庭厅 他其实是在昨天才正式的在修会前才赶快让他通过 这个儿童家庭厅的担当大臣就是野田圣子 我这里秀出一个给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这个设置的原来 他是分属了三个单位 有关于这个幼儿的这个政策 所以在这一次的岸田文雄内阁呢 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 要把这个儿童的事务 儿童的政策把它视权统一 也就是说以后他肩负的 就是未来要如何因应 日本非常严重的高龄少子化 特别是少子化的问题 要如何因应这个少子化 让日本可以减缓 甚至于说 目前他们有一个说法 好像在20几十年之后 日本可能会有亡国的问题 因为没有孩童 这个其实是日本现在的 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好 除了急需要解决少子化的议题之外 由于高通膨物价飙涨 对老百姓来说 加薪的问题也很重要 上个礼拜我们就谈到古泰方针 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达成成长 与分配的好循环 要扩大人才投资 三年内投入4000亿预算 再配合资产所得倍增计划 要把储蓄引导为投资 参议院选举之后 就要端出实际作为 请问陈老师您来预估 这项政策可能遭遇到 什么样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当然是 日本是一个老化的社会 有钱但是不拿出来用 都存起来 各位不太知道 日本的大企业有7兆左右的 没有用的资金 民间更多了十几兆 所以两边加起来20兆 日本的每年的总预算 经常预算两兆 所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的 国家预算 十年份左右的国家预算 在民间跟大企业里面 动都不动 所以但是日本政府 又每年要借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债 来支出国家预算 所以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 所以很重要的是 必须把这些钱拿出来 好好的使用 但是所有的金融手段 全部用光了 利率是零 现在欧洲都已经不是零了 全世界负利率的地方 只剩下日本 但是钱仍然出不来 所以说找不到投资标的物 另外大家对于投资这件事情 完全失去信心了 这个当然有历史性的问题 所以这部分不动的话不行 而这一次古态方针 古态就是让骨头变粗 让体力变好 下盘可以稳的那样的政策 重要的是人才 这个已经谁都知道 台湾当然一模一样 全世界都一样 怎么样培养人才 所以三年要拿出4000亿的预算 但是怎么说都非常少 所以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日本的大企业的薪水 不是不涨 而是全部都一样 做不一样的类型的工作的人 薪水一模一样 这件事情如果不突破的话 按照业总工作内容 或我们说的依照能力主义 去改善他的薪水结构的话 否则日本的有成就动机的年轻人 不容易努力 在我们这边最常讲的就是 高科技业的人 卖干但是得到很多的钱 高薪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愿意卖干 或者日本社会你也认为 他已经不是卖干的那样的时代的状况 但是另外一个没有薪水的刺激 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让 缺乏动力 没有错啦 就是那一件事 让想赚钱的人好好去赚钱 那才是重要的 所以有非常多的结构性的问题 必须解决 但是教育训练那一部分 是岸田文雄想要加强的 那我也虽然不是不看好 但是非常困难 岸田文雄是有能力的首相 我们对他有高度的期待 好再看到古泰方针 另一项经济牛肉就是把最低时薪 拉高到1000日元以上 但也引发批评 因为安倍时代最低时薪 749日元 但当时1美元折合80日元 最低薪资为1小时9.4美元 就算目前每小时最低薪资是1000日币 但是日元已经贬值到130元 所以换算一下也只剩下一小时 大约是7.7美元 岸田的古泰方针 骨头没有长胖反而先变得骨瘦如柴 日本的打工族 面对这些新的难题该怎么办 我们请问郑教授 是的事实上日本打工族的问题 其实可能跟台湾的一些非正规的一个 上班族也有类似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薪水即使我们可能有微幅调涨了 但是事实上整个物价通膨这个大怪兽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的 又抵烧掉了 对所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台湾我们少数的好就是我们的水电费 其实还没有像日本这么高 那日本在这半年基本上它已经调涨了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所以尤其是有对学生这种打工族来说的话 他们既然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工作机会已经打工机会已经变少了 那你要遇到这个通膨其实是已经超过他们的一个薪资的三成以上的情况之下 其实会让现在一些学生还有在一些家庭需要去打零工的一个经济状况 变成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关心完日本的内政 焦点再立刻转入日中韩最新局势发展 乌尔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积极重返东亚 要恢复稳定领导者地位 那么东亚各国也各有盘算 北京在军事上不愿松手 巧妙利用机会施压 但经贸上又向日韩递出橄榄枝 面对这样的外交策略 日中韩如何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呢 华语看东亚给您独家解答 马上回来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